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為什麼會有行李箱在這裡? Ellen, 這個行李箱是我的 我剛剛收拾了舊衣服, 我打算… 扔掉它?太浪費了吧? 你想塞爆堆田區嗎? 當然不是, 我打算… 捐掉它?捐掉它也好, 但有些衣服不太適合回收 最終還是會送去堆田區 不是, 我打算拿衣服去加工 這樣就可以當新衣服再穿 那就真的不會浪費了 我們也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馬上看看今天參賽的三家學校 他們分別是藍組, 元朗商會小學 雙小達人, 是自食 才藝兼備, 無得挺 然後是紅組, 路德會聖馬泰學校, 秀某平 聖馬泰, 全數快 分數我們肯取得 太好了 還有六組, 天水為天主教小學 馬上進入第二回合 知識看片題 這個回合考考大家的理解能力 和分析能力 同學要看一段短片, 然後回答問題 頭五條是搶答題, 答對加30分 答錯扣20分 而第六條題目是思考題 答對加40分, 答錯不扣分 Sherdy, 你的菜都殘忍了 你還收拾來幹什麼? 我要賦予它第二生命 難道你想用來做肥料? 廚餘不一定用來做肥料 看看以下片段就知道了, 去片… 去片… 這塊是非一般的布 因為它是用非一般的染料染出來的 沒錯 就是用這些又乾又不靚仔的 剩餘食材染出來的 我這塊布就是用紫椰菜染出來 Eric 原來食物的顏色是可以提出做染料 那豈不是桌面上每一款食材都可以做染料? 沒錯, 以這個靈隔為例 它的殼就可以做到灰色 而這個洋蔥皮就可以做到黃色 其實它們通稱都會叫做廚餘 提取顏色的方法只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熱炮 就是我們把廚餘或剩餘食材浸在熱水裡 裡面的色素, 譬如薑黃素等等 就會透過水和溫度帶出來 就成為了食物的染料 第二種方法就是冷製 就是把剩餘的食材切碎之後 加一點水, 放在蜜蜂的容器裡面 做一個驗養的發酵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顏色就準備好可以用 不過不是所有食物都可以提取到顏色 如果我們要判斷那種材料 可不可以做染料呢? 第一個要求就是它的色素可不可以用在水裡 譬如把芷葉菜浸在水裡, 會有紫色出來 就算可以造成染料 提取顏色之後 剩下的食物渣子其實可以用來做肥料 因為經過浸泡, 會加快它的分解 令植物更容易吸收 這兩種顏色都是來自同一款食材的 就是來自這個芷葉菜 Eric,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芷葉菜透過酸鹼度改變 而令色素改變 這裡就是發酵過28天的芷葉菜汁 這個看起來也是透明 但其實它是檸檬汁 檸檬汁會是酸性的 我們嘗試加進去 它立即變成粉紅色的顏色 它是梳打粉, 它是藥鹼性 可以把它輕輕加進去 它變成藍色 最後我們嘗試一個強鹼 它就是歌詩滴, 即是輕氧化藍 它第一時間就變成綠色 所以芷葉菜除了食之外 其實它是一個天然酸鹼指示劑 這個就是我們發酵好的芷葉菜染料 你會看到它帶藍藍綠綠的顏色 其實它就是簡性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布放進染料裡 按摩它一至兩分鐘 讓顏色浸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些天然的染料 有沒有說可以在什麼布上色 什麼布不行呢? 既然叫做天然染料 最好當然是上一塊天然的纖維 例如植物纖維像綿蠻, 動物纖維像羊毛絲 都是不錯的 但如果是人工的纖維 例如Polyester 這樣就會比較困難 用廚餘來做染料, 既環保 也可以將這些剩下的食材 勿盡其用 不過, 食物始終是用來吃的 如果能夠做到減少廚餘 零浪費才是最好的方法 看完片, 馬上開始搶答環節 請準備, 開始 我在片段開始的時候 拿著的藍色布 是用哪種剩餘食材染出來 綠組 紫椰菜 正確 片中提及食物顏色的提取方法 有哪兩種 綠組 熱炮和冷製 正確 提取顏色之後的食物渣子 還有什麼用途 紅組 好 可以將它變成肥料 正確 片中提及天然染料 適合用在哪兩類植物纖維物料 綠組 麵和麻 正確 紫椰菜提取出來的染料顏色是紫色 片中加了什麼液體 令它變成粉紅色 綠組 檸檬汁 正確 第六題是思考題 每組都有機會發表意見 同學需要將你們的選擇寫在白板上 題目是 以下哪一種食物不能透過熱炮或冷製的方式 提取到顏色做染料呢? A 香蕉皮 B 火龍果皮 C 車梨子 你們有一分鐘的時間作答 開始 時間夠了, 我們看看三組的答案 首先看看六組 六組你們的選擇是A 可否說一下為什麼會是A呢? 火龍果皮和車梨子 通常吃的時候的醬汁也很多 香蕉的時候的醬汁也沒那麼容易做到 好, 看看紅組的答案 紅組你們的選擇是什麼 香蕉皮 剛才片段中提及過 不能用魚水的就不能用來做染色 所以我覺得是香蕉皮 不能用來做染色 好, 明白 那藍組呢?請你舉起你的答案 我們選擇是火龍果皮 因為我們平時吃火龍果的時候 它們的皮都是非常乾的 所以我們認為它不能溶於水 好, 有一組選B, 兩組選A Shirley, 正確答案是什麼? 正確答案是A, 香蕉皮 因為火龍果皮和車梨子的色素 都可以溶於水 所以可以提取顏色做染料 而香蕉皮的色素 是不溶於水 所以是不能做染料的 好, 看看大家的成績 換言之能夠晉身複賽的是 紅組露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謀平 成不嬌, 敗不履 最重要是在比賽的過程中學到東西 留意下一集的小學校製通識大賽 好,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